所以我們永遠有最好的方法就是算這個TOWCM 就是什麼? 沿著什麼? 這個我們的粒菌通過子芯的粒菌是多少 因為TOWCM可以來CM、阿瑪CM 那如果說你算不出這個TOW的話 你先把子芯先假設通過子芯去算出來 再通過皮膚頭皮帶進去 很多問題就可以記出來 你來算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很實際 可是對你來說很陌生 這個以前同學們算力學的時候 都是算滑輪 滑輪是沒有質量的 今天要大家算的 這個滑輪不信它是有質量的 有質量的話 這個問題就很難痠 其實也不會 如果你懂得轉動的話 它就不難痠 大部分的情況 大部分的情況 滑輪 我是這個滾輪 或是這個腳盤是有質量的 是有質量的 所以在工程上 其實這個問題 現在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簡單講 是什麼問題 說一個圓盤 圓盤做好滑輪 這個滑輪 這個滑輪的意思 一個圓盤做好滑輪 它的支架是4公斤 半徑是0.5公尺 然後呢 它是可以旋轉 那今天我下面掛了2公斤的這個 這個物體在下面 它也拉得很緊 太陽也算益的問題是什麼呢 第一個 我這個滑輪呢 經過這個物體 一開始鏡子拿到 經過3秒鐘之後 我這個滑輪的腳速度是什麼 是落上 那這個問題非常實際 它算是進化 你可以想看很多工程問題 不就是這個腳盤 跟這個毛的這個問題嗎 對不對 你說你今天開船出去海外 毛很重對不對 毛是固定在一個圓盤 圓盤圓盤的腳盤上面 那成長長度問 有些電影會有這個 說這個毛還要多少 才能夠 跑到這個 垂到這個海底嗎 對不對 除了受到重力 還有海水浮衣之外 那個毛 要下毛的時候 它是繳在一個圓盤上 應該不是繳在一個方形的棍子上面吧 可能這樣動不了 對不對 那個圓盤一定很重啊 為什麼他怕它跑掉 對不對 而且那腳很緊嘛 所以你要把毛放下去的時候 你下毛的速度 就會跟你的這個轉動管的軟寬 同樣道理 你這個放這個電板 或做很多工程 會不會有 你修了很多類似的工程跟物理 其實就要考慮 不要以為它都是一個沒有質量的滑輪 它一定是有質量的東西 好吧 那我們就這個問題來向第一個 所以他說三秒鐘後這個滑輪呢 它的腳速度是多少 假設我們讓它只有掉下去 OK 還有啊 可能公安意外 對不對 在高動員的腳盤 對不對 有東西掛一個重複 對不對 其實應該 應該換算另一個問題 我很好奇 你頭有 就是有一個那個掉感 工程常常有一個很長的掉感 對不對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到影片 看到原來是掉海被風吹 就這樣掉下來 對不對 那你看到大車很像 看不到多少人會掉心 掉到你的頭上 你還有來得及頭 來得及頭 對不對 或是來不來得及頭過去嗎 其實就是這種問題 一模一樣 好吧 那我們就來算囉 好第一小題 我們分析是這樣 我們先看哪裡 先看這裡 先看這裡 有沒有 那個 有人住台中的嗎 有沒有 有人住台中的 台中上次不是捷運那個 橋樑這樣掉下來嗎 知道這件事情嗎 不知道 有一個那個高架的橋樑 不是整個掉下來 扎死 扎死人 對不對 還有啊 很多電影啊 那你最喜歡一個什麼場面 大樓有沒有 倒下來有沒有 然後 這個女主角一定是 一定要在大樓裡面 對不對 那男主人要開個車 你要決定你要不要衝過去嗎 是不是 那 你有沒有這個秒數可以衝過去 就是 也是一樣類似的問題 他是棒子 不是圓盤 好吧 我們先看第一個 這個 這個方塊 這個滑塊 他受到重力影響 所以他受的地方是 第一個 第一個 向下有重力MG 第二個 向上有個神的張力 對於他的張力 朝上 所以他是個扶梯 拉住他 那這樣的一個 合力會使得他 具有A這樣的一個加速度 那這樣的一個加速度 應該要等於什麼 是不是應該等於這個圓盤 他的什麼 叫加速度 因為 如果他動的快 他動的慢 這個繩子就不會 不會拉起來 對不對 他動到一個 他動到一個 他動到一個慢的繩子就會斷掉 所以他拉下來的速度 或是加速度 應該要相當於他圓盤 在邊緣的什麼 切線加速度 是不是 那切線加速度 可以寫了αR R就是這個圓盤的這個 旁邊這邊的增加速度 好 這是第一個 以這個 這個滑塊 做方塊的觀點方式 好 第二個 對於滑輪來說呢 這個滑輪 他的力矩 可以寫了Iα 那 這樣的一個力矩 在這條項目 第一個 我們的力矩是多少 是朝下的長領 對不對 t 乘上什麼呢 乘上我的力矩 就是r 這是我的t 就是我的力矩 那這樣的力矩呢 會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我們學過的iα 對不對 t的iα 那α是什麼 先不管他 但是我一定知道 我的圓盤i是多少 2分之1mr0 對不對 這個是知道的 對不對 我們先把他寫下來 好 所以我們有了這樣一個式之後呢 那就可以寫r 這個t 這個tr 你要嘛 就把它上面乘上r 對不對 要嘛就把r出過去 帶到裡面去 把t帶到裡面去嘛 對不對 就這兩個嘛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把r出過去 所以告訴你什麼 t 就等於2分之1mr 反正這個地方變成 就少一個2嘛 對不對 然後乘上r 那如果t就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帶到上面這個式去 所以本來mg-t 就變成mg-2分之1mr 那他本來就得mr 那因此呢 我們把這個式做的整理 把這個式做的整理 一下過去 解除r給什麼 r就得2人提出上m 所以解除r 所以解除r 解除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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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線運動 對不對 我的線運動 裡頭 他移動的速度 剛好要等於什麼 這一個圓盤 他切線的 這個掉下去的加速度 要等於這個圓盤旁邊 切線的加速度嘛 對不對 那以圓盤角度來說呢 你那樣的一個加速度 會提供你的力取 對不對 那樣的力取 那樣的這個力取呢 剛好對應到他的節關係 對不對 就是張力成了他的這個 這個半徑 好 那補到rm來這個東西之後呢 就把這些係數給帶進去 所以整個帶進去之後呢 我的腳加速r 是9.8v2平方 數字跟中間加速度一樣的 是巧合 那單位不一樣 就是read per second 好 不是m7.8v2 不要以為這個就輸去囉 不是喔 好 這是第一個 那可是問題他給你解決 問題又問你什麼 我問你3秒鐘之後 3秒鐘之後 他的這個角速度是多少 那3秒鐘之後的角速度是多少 我們一個人的αP嘛 對不對 跟B的AT一樣嘛 所以你有α19.8v3秒鐘之後 然後就是39.8v 這就是9.4v2 好 這是你小指的 好 好 這兩個問題 什麼問題 沒有齁 那我們來看第二小指 第二小指 第二小指 問題什麼 當你落到1.6比的時候呢 他的速度是多少 那他前提是一開始都是靜止 如果一開始是靜止的話 我的速度是什麼 我們用以前學過的公式 V1平方對於V0方加2as 對不對 那V0等於0 表示我V等於更到2as 是不是 所以V等於更到2as 就可以寫了A bar還是α RS 所以呢 我們算出來就是2乘上我們的α 再乘上R 再乘上R 再乘上我們的距離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我們後面的速度是R 每秒鐘3.9有東西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個好像看老師算都很簡單對不對 結果自己要去Tuber上班 怎麼好像很困難的感覺 就是 好 沒有問題齁 沒有問題齁 那我們來看齁 好啦 這一題呢 比較 這個 也不能說困難 這題題目是什麼呢 他說 就有一個 這個 球 他只要是M 他半徑是R 然後他從上面滾下來 沒有滑動 看到這個時候 你可以想到 我們前面是有上過這個題目 其實有上過這個題目嘛 對不對 然後他剛才說 我這個球呢 穿過執行的轉動方向 這個體會是MR0方 所以他第一樣 你求他的 線性加速度 對不對 那其實這一題可以偷還對不對 前面一定有是OVGA的 對不對 根號的什麼 2MGH出上什麼 ICM0方加MR0方嘛 對不對 那你OVGA再把它乘上R 就是你的什麼 速度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比如說這題是可以偷來的 還是我前面有講一題 原盤跟圓球混動下來的 哪一個題目 有沒有 還記得嗎 他的OVGA是燈號的什麼 2MGH出上 ICM加MR0方 對不對 他剛好 剛剛前的電子甲 剛好是這樣子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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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題目是一個圓球 還有一個圓盤 然後呢他從前面滾下來 滾下來 要求他的角速度嘛 是不是 然後剛剛我們說誰會滾得快 對不對 所以一個帶什麼 一個帶2分之1MR0方嘛 一個帶5分之2MR0方嘛 對不對 剛剛有個題目嘛 是不是 好 那你注意看喔 下面這個東西 幹嘛就是一個什麼 拼拼走定定 有沒有發現 下面這個啊 是不是就是 就是拼拼走定定 對不對 為什麼他剛好是拼拼走定定 他不是個巧合 他不是個巧合 知道為什麼嗎 你想想看 你在滾動的時候 什麼叫滾動 這是子氣 然後我再回去旋轉 對不對 滾動的